沙茂山是位于七星山山腰的寄生火山 是由年度较大而流动性较低的火山熔岩所形成 因此它的外形呈现圆丘状 山顶则因为岩浆的冷却收缩而略为凹陷 说到七星山、大屯山的屏障 早期光秃秃的草山现在已掩替成玉璧的森林 由于风势强劲 这里天然生长的树木 在强风吹袭下 渐渐形成如散盖状 且有许多分支的外形 多层次的森林层 加上厚厚的枯枝落叶层 孕育了许多的蜜类与昆虫、鸟类等 及常见哺乳类 如台湾猕猴、穿山甲等野生动物 我们现在在沙茂山山顶北方的眺望平台 这里视野辽阔 是个非常好的展望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大屯火山群南侧的重要山峰 在北方是七星山 这是一座富士火山 经过数次的喷发堆积与风化后 主峰顶上形成多个穹丘 古老的火山口凹陷在山顶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办公室与游客中心 便坐落在七星山山腰的熔岩平台上 两侧还有同军露营场 阳明山第二停车场 杜鹃茶花园等 往另外一个方向看 则可看见中山楼 青春等历史建物群 由七星山向西北看 是小观音山与大屯山等火山群 围绕在他们山腰处的洼地便是竹子湖 往东则可看见竹高山及顶山石梯岭 再延伸过去便是峨尾山及旁边的平顶 也就是现在平登里的所在 沙茂山海拔高度虽然只有643公尺 与园区内其他山头相比 相对较矮 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沙茂山山顶拥有极佳的视野 如果您想一次遍懒 阳明山国家公园主要的山系和景观 来山茂山山顶走一趟 保证不会让您失望